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兴果 我是萌萌果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面膜分享 是一些我们两个用过的手里现在有的面膜的使用感受 如果你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不要忘了 收藏我们 关注我们 点赞我们 弹幕我们 评论我们哟 记得帮我们点点这里的推荐 好吧 那我们就进入下面的内容 我先说几个 就是这种罐 就是涂抹式的面膜 一个是这个 是这个什么 Grain Glow的这个发光面膜 我买的是它的一个套装 其实这个套装真的很划算 是就是一个正装的这个蓝色保湿款 然后一个小的中样的这个白色的 它挺有名的那个泥状 深藤的是吧 对这个是清洁的 泥状清洁的和一个 它的什么起泡的 blah blah的洁面 然后反正这一套的价钱 其实可能也就只相当于在国内买衣罐这个的 那还挺便宜的 而且它这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有一种椰子的味道 对这个味道我很喜欢 然后它 用起来呢 它是保湿款的吧 它用起来 其实它的质地就是那种乳霜质地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但是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 就是这个刺激 对这个已经干了 可能油皮会觉得它比较好用 假如你是那种干性或者敏感性的话 就不要用这一罐了 但是它的味道 就是那种草药 对草药 张脑球啊 什么的这个味道 衣柜里的味道 对 但还是就是这一套可能最有价值的 觉得它补水吗 我觉得它还挺补水的 就这一罐我还挺推荐买的 但是假如你想买的话 你可以买这一套去试一下 因为它还就挺划算 要比这单买一罐的便宜 然后下面要说的面膜也是涂抹式面膜 它还是一个套装 是Origins的这个 岳母之源的 然后这个套装当时买的是这样的 它是有一个泥娃娃面膜 然后一个这个Dream Cup 一饮而尽的 这个我用过 一饮而尽的夜间 然后这是一个去角质的 然后还送了一个就是洗面膜的刷 这是洗面膜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方便 尤其是这种泥状面膜 对对对 特别不好 就像这种的 就特别难洗 其实有它就帮你能洗得快一点 然后呢 这个泥娃娃是我这大干皮 觉得非常适合干皮的清洁面膜 因为挤出来这个质地 你看它就是不是那种特别泥 我明白 它是有点介于泥和褶蜜之间的这种 但它也会干对吧 对它会干 但是干的情况要比什么白泥啊什么的这种 要好很多 它会干成那种干把泥巴的那种感觉吗 就是均立的大地 那好像还不会 它就是会干掉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它虽然是那个夜间面膜 但是我从来不敢把夜间面膜过夜 因为这个太厚重了 就会感觉第二天早上就会就是这些地方可能容易起豆 太滋润了这个 我的夜间面膜都不过意 然后这个味道我还挺喜欢的 就是有种水果味的 我之前也用过 它就是那种比较厚的 特别像比较厚的那种变霜 对对对对 我个人还是建议你涂完它之后 你就可以就是 就是洗完脸之后先涂它 然后你就坐着玩玩电脑啊玩玩电话啊 然后到最后马上要睡觉的时候 你去把它洗掉 你即使把它洗掉了之后 它还是会有一点残留 对还是一点有那种小油膜感在 所以你要是懒的话 也可以不用再就是涂别的 但我觉得它涂在脸上还是就是特别油 就肯定会找哪儿都蹭哪儿 唯一一个办法就是 躺一塑料袋在脸上 然后鼻孔这儿戳两孔 然后你这样怎样都不怕了 就好像给那个脚 然后抹上油 然后套上袜子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你得懂 它这个是BOOTS小黄瓜的三分钟面膜 然后我们当时是去泰国玩嘛 然后泰国正好不就是这个BOOTS吗 就有这个BOOTS 然后我当时是怀着一种 就是每个人都推 每个人都推 然后我就想说 今天大家都说好 我觉得那应该挺好的吧 然后我说那我就试试吧 然后我就买完它 我就特不及待 第一天晚上我就开始往脸上用 或者反正用人家以后呢 它是那种 它是什么样的质地啊 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是那种 就是那种泥的那种质地 对对对 就是特别 特别不像保湿 对就是特别泥的那种 然后有点绿色的 然后 然后它这个味道其实挺清香的 就是那种 清香黄瓜的味道 小黄瓜 对 但它是那种什么呀 它就是那种 你抹在脸上 你等了大概多长时间以后 所以会在脸上军裂的那种 也不是军裂 就是把你脸上弄得特别紧 那种 然后你洗完了以后 就三分钟 诶三分钟 我说三分钟能洗掉了吗 你是不是太久了 我不知道 但是它就是特别 它就是在你脸上 就会觉得还挺干的 然后 然后你洗 你这太久了吧 我觉得有可能 我记得我好像还 用过一个 它就是属于那种凝胶质地的 凝胶质地的是 凝霜吧 凝霜 然后呢 就是你洗 这个 超级难洗 这超级难洗 就我得洗了得有十分钟吧 对反正这个呢 我觉得我不是很推荐 我不喜欢它这种质地 就是它这种质地 就是太泥了 就是我不喜欢 但是这是我个人 可能我当时用了十分钟吧 它这三分钟 它面包用了十分钟 然后就出现这种情况 下面呢 我就要说一个 我不太喜欢的面包 但是最近风还挺大的 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毛学福子的这个 这个其实它挺便宜的 它是一袋是十片 好像在淘宝上 就是你找购购卖 大概就是七八十块钱吧 它说的是就是那种 你可以每天早上啊什么的 就拿出来 从冰箱里拿出来 一片敷上之后 可以正常化妆的那种 而且不有点像之前那个扫尖面包 对 然后但是它主要主打的是 就是那种去解决你的毛孔问题 然后说它是就是什么 什么那种米酒的成分 然后就是对什么敏感皮很友好 但我觉得它对敏感皮一点也不友好 然后你闻它这个味道 但是它这个风口真的风得超级紧 我觉得还挺好的 你闻它这味道 就是 酒精味 我的刺鼻 就会那种窜脑门的那种酒精 真的 就是我感觉就是你闻了一个 百分之九十七度的那种酒精 直接就闷到你的那个鼻子里 就是 它这绝对不是泥酒的问题了 它真的就是 那我绝对不用 这个 我就用了一张 对 你敷着那个面膜 然后那个酒精一直往鼻子里边钻了 然后我就用了一张 我也觉得就是还是 就是用完之后感觉这边都红红的 我就没敢再用了 我就是留着跟大家说 所以我才没把它扔掉的 这个瓜草 好吗 不要买 就是如果你喜欢酒精的味道 你可以试试 但是并不是那种香喷喷的酒的味道 对 我以为会是那种甜甜的酒酿的那种味道 结果一闻就 冲了个大根 就感觉就到这 醒神了 好 下一个呢 我就给大家再说一个 面膜 就是纸的那种面膜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 这个我们可以帮你一起说 这样短一点 我是红色的 蓝色的 然后我觉得 我没有用过蓝色的 但是我看大家都说红色的比较好用 然后我就买的是红色的 那这个红色的是什么呀 就是它里面的那个精华会非常非常多 像果冻一样的这个精华 然后呢 这是柚天蓝的 柚天蓝的这个 对 然后 我们一会儿还会说一个这个 就是我们以为是柚天蓝的 就是那个高丝的吧 是 对 然后它这个是就像果冻一样的质地 唯一一点有不好的呢 是什么呀 就是它的这种果冻的这个质地 不会吸附于它的这个面膜纸上 你要注意用法 对 就是有两个用法 第一个呢 是我经常用的这个用法 我会先把这个面膜纸呢 就是铺在脸上 它这个面膜纸你泼在脸上以后 你感觉就是像那种 被水浸了的面膜纸一样 上面不会有任何的精华在上面 你就先弄在脸上 但它也是有水 它可以服贴在脸上 然后呢 你再就是把它的里面都剩精华了 然后你就再开始给它滤 然后滤完以后呢 你就开始再往脸上抹 然后再滤再抹再抹 它这个真的是你能满脸厚厚厚 敷一层 然后还能再有敷语 再敷语怎么办呢 往脖子上滤 脖子上滤完以后 还要怎么办呢 就往这种手肘的地方 对 这种地方滤 然后呢 全都滤完以后 让它静置 然后我有一次 就是看电视看住迷了 看了得有 其实就是抠脚抠住迷了 看了得有半个小时 还没有干 完全没有干 然后呢 我再去 就是把它接下来以后 接下来以后呢 就开始要 就就就 让它吸收一下 然后吸收完了以后呢 这时候还要拿出你的化妆棉 把它再擦一下 因为它这个精华还是非常多 这个时候你再去用水洗 然后洗完了以后 你的那个肌肤就会像 鸡蛋 青 或者是那种杏仁豆腐那种 就已经感觉 对 嫩嫩 非常嫩 你就感觉到里面充满了水 但我的用法跟你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 对 你还是不是要说第二种的那个 我先说吧 我看是不是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 它那个面膜纸实在是太干了 我感觉假如 就是确实 你先敷上面膜纸 然后再敷上这精华 会给它压得很贴 但我觉得我的脸 没有接触到这个精华 所以我是先把这个纸拎出来 先给它找一个干净的地方放着 然后我先拎出来 一半的精华敷脸上 你不要老N好吗 你是不是想个傻子 就是我先把它 捋出来一半的精华 先敷到脸上 其实就是一种那种 三明治敷看 然后再把那个纸敷到脸上 然后再把其他的 就是跟他说的一样 再压到那个面膜纸上 这样面膜也很服贴 然后你的脸也能接触到那个精华 我想我刚才说的第二种方法 就是先把它全敷脸上 然后再贴面膜纸 就面膜纸就像一个 就是一个面具一样 给它按成 我是那种 一层再加一层再加一层 那我们现在有三种方法 供你们选择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说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俩的灯绳 因为你看它的包装 真的很像 而且它都有这个东西 都有这个勺 对 而且还有这个 这个火动的这个东西 我们俩真的就是背它的这个 毫无怀疑 对 而且它写着说三倍 我猜你没事这个的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个都已经有 这个都已经有这么多了 而且你这个一抹一下 然后还有三倍 我还没用呢 这个里边的精华 连这个的 也就是这个的一半吧 所以就是也不至于到一半吧 可能五分之三吧 这种 所以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 睁大眼睛要买这个 然后它的就是面膜质也 就是这两个面膜质 都属于很比较厚的那种 所以相对比来说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好吧 你再说一个 我再说一个是 还是一个我喜欢的 是这个 三D 对对对 鸡美精的这个 三D的 鸡美精两个我一起说了 师傅你也没有 很多了 鸡美精的 就是鸡美精它的面膜 真的在评价面膜里 是我就是应该说最喜欢的了吧 哎 这俩好像不是一样的 一个是鸡美精 对 一个是鸡美精 一个是鸡美精 那我就再说这个 这个也我俩从日本买的 然后呢 这个的好处是 首先它是那种 不是特别厚的面膜质 而且它这个地方做的就特别贴 不会像其他面膜 有的时候就会芝能起来 这就贴不到 它完全你这个鼻翼啊什么的 就全都能贴到 然后精华的感觉 我也还算挺喜欢 但是作为一个评价面膜来说 你不能要做它特别高 但是它也我也真的还挺推荐的 出来了 然后呢下面就是我 我的是这个 就是这个是那个AAC的那个面膜 然后呢它是韩国的 就是所以大家就是看情况 自己去选择一下吧 这是我之前买的了 然后呢之前我是 之前我买的这个 我用了以后 我是看Catie推荐的 然后呢我用完了以后就觉得 精卫天人 我是第一次用 就是如此之补水的面膜 就是它主打的就是补水 然后呢 而且我当时也是被它的这个颜值所吸引 对 就不是那种方方的那个面膜包着 你对颜值的要求真的很奇怪 然后呢它这个就是 你第一天晚上用完 用完以后它这个味道 我也还挺喜欢的 然后呢第二天早晨起来 第二天早晨起来 你的那个皮肤 你就会感觉很水嫩 水到你觉得 你已经不用上面霜 然后呢就是这个 这个黑面膜 这个黑面膜 就是在T11啊 什么林佳呀 都有卖的 所以假如说 我现在手上没有面膜 或者是我在外地 但是我皮肤状态不好 我急需一个面膜 我尽管就要敷的话 我一定就会去T11买一个这个 因为它 它这个黑面膜 就属于比较偏厚的那种 但是它 它的偏厚 和这个相比 它也偏厚 但是它完全不抓这个精华 就是你一拿出来 感觉它就干巴巴 的那种感觉 这个它就属于 特别抓精华 就是那种 它会牢牢地把精华 贴在你的脸上的那种感觉 这个敷完之后 你会明显地感觉到 它是有一点 提亮和保湿的那种感觉 那个提亮感觉很明显 而且我比较敏感了 我敷它从来没有 会出现说让我的敏感 加重完 或者引起我的敏感问题 反而还会稍微地 稳定一下皮肤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我真的就是 然后呢 但是这个面膜 也是我在哪儿买的 泰国 泰国买的 然后他们家是 那个牛奶的 那个洗面奶 特别有名 但是这个我 我还没有那个 洗面奶我用过 我觉得洗面奶一般般 我不是很推荐的 我觉得比它好的有的是 这个面膜里面的质地 就是这个样子 也感觉泥泥的 对是那种泥泥的 但这个面膜我没有用过 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评说它 但我可以给大家试一试 它这种质地 感觉有点像白泥的那种 对 看一眼 这样的 然后但我可以就是 把它现在一直敷在我的手上 然后等到这个视频 可能一会儿结束了以后 再跟大家做一下 反馈 反馈 可能也快结束了 应该第一个就说它 现在是这个样子 然后 然后这个面膜 其实也是我来买错了的 这个 就是它也是高丝的 但是就是大家熟悉日装的朋友 应该知道就有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小baby的脸 像那个minan还是什么 对就反正还有一个小baby的脸 我们会把它放到 对 那个真的很好用 那个就是属于那种便宜袋碗 你可以囤着就随时就抽出来用的那种 但是这个呢 我感觉它首先也是它的面膜纸特别厚 而且是厚到那种不是太服贴的那种 整体用下来的感受我觉得也没有那个好 这个也是稍微有一点酒精味 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 然后还有那个我在日本买的 还有一个燕姬的那个 我会把那图贴到这个视频里 绿色的 对对对 那个真的对抗敏感 我觉得就是有奇效 而且它真的很便宜 强烈推荐 那个是优天兰的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我们俩说的就是这个也是优天兰的 其实我觉得优天兰家的面膜真的还不错 然后呢高丝那俩全是深寨货 对对对 所以整体评分就 好呗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 这是我俩都用过的 就是这个 就是樱花的这个 我觉得其实我用这个面膜 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感 它有那个面霜啊眼霜啊还有面膜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面膜本身呢可以 我能给及格分 但是它的那个面霜有点厚重 就是我其实本身是喜欢 你都大干齐了 我是喜欢厚重的面膜的人 但是它的那个感觉是会焖痘的那种 那学主要看 哦他还没有说 就是我现在 它这个味道是那种 很香很香的泡泡糖的味道 很香 它这个完全不是牛奶味 对 这个香精味有点重 它这个是Whitening Facial Mask 所以它这个应该是提亮的 然后呢 它这个味道真的是超级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 就是小的时候去做那个 好像是弄那个牙什么 然后它就会往你牙上 不是会点那个药吗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弄过 就它跟针管似的 然后在你牙上弄那个药 它就是特别像那种药的味 它有点香精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泡泡糖香精 对 然后呢 你看它现在已经在我手上 已经有那个肝纹的那个纹路了 你就洗掉吧 好 现在我一会儿 马上去洗掉给大家说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它这个在我手上 一直有凉凉的感觉 我觉得它如果要是 敷在脸上凉凉的 一直有风 应该还挺舒服的 好 我先去洗掉啊 等我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有的 好像是有效果的 有区别 就是这边是它刚刚做过的 是吧 有的 我在屏幕上区别好带 是有区别的 那还行 它这个及时效果也太明显了 是啊 而且你看 我刚才就涂到这一块 跟这一块都已经有区别 但是这个让我觉得有些可怕 你看 你看是不是 试试 哇塞 现在呢 是不是有区别 但我觉得好像渐渐这个区别 有点淡 对变小 但它会有一些透亮的那种 它刚举起来的时候 我知道它就是有好多美白面膜 是那种 你刚接下来 你当时就会觉得 哇我自己皮肤好好 但是你睡一觉起来之后 就打回原形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那种类型 就是它会氧化 但它会有一些 就是透亮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 其实是吧 就是你约会之前 敷一个应该 这个反正也挺便宜的感觉 一本以内吧 我觉得应该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试试 行吧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的面膜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们收藏 点赞 弹幕 评论 还有啥 编点这里的推荐哟 还有啥 行了 就这吧 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 就是自己也特别喜欢的一些面膜 欢迎给我们安利 给我们安利 弹幕啊 弹幕告诉我们 我们都会看的 好 拜拜